字幕提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收看的是《禅奶时光会客室》 我是节目主持人会出乡 《禅奶时光会客室》是由公司新闻一体中心P&N 公民系統已經記錄資料庫 我們聯合直播的網路視訊節目 我們希望透過這個視訊節目 來讓大家去了解一些爭議性的事件背後 有一些更重要在制度上面 或是所謂結構上面的問題 讓我們不只是在看事件的熱鬧 我們也可以看到這個事件本身的門道 我想在這個禮拜裡面 最熱門或是最被關切的一個話題 大概就叫做一例一休 只要什麼樣的事情發生 恐怕都會跟一例一休有關 然後過去我們在幾個月之前說 入課不來了所以導致什麼什麼 那最近是一例一休要實施的 所以導致什麼什麼 那今天我們在錄影之前 其實也剛好聯合報有一則新聞 這個新聞是一個小學三年級的學生 他在他的家庭聯絡部上面 他寫的下面這一段話 他說媽媽說最近什麼東西都變得好貴 爸爸說因為一例一休的關係 我不懂就小孩不懂 我只知道現在的日子是越來越苦了 快要沒有飯吃了 一例一休真的對我們的日常生活當中影響那麼大嗎 在過去勞團在推動不管是所謂的週休惡例 或者是一例一休的時候 其實都不斷的告訴我們 休息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可是最後的這個所謂的結果 就是我們可以看到在實施的結果 其實是蔡英文政府要推動一例一休 看起來好像勞團也不是很開心 這個工商團也不是很開心 所以我們今天節目就要跟大家邀請到的是陶產總的秘書長 然後光主來跟我們談這個話題 光主你好 你好 光主你剛剛聽到我念的那則新聞 你自己的想法是什麼 我覺得當然現在就是一例一休它在整個政策是被污名化 是相當嚴重的 這個是我們看到的事情 就是現在其實的確很多的社會的問題 或者是它發生某些變遷的時候的負面的效果 大家都會說是一例一休的問題 但是顯然它應該要被區分成不同的區塊來看 一個是這個政策本身的問題 第二個事情是這個制度或者公時縮減後會帶來資方的成本的上升的問題 我覺得這兩個問題其實是該怎麼猜的 我想剛剛那個小朋友的這個所謂的聯絡入本源 應該是談的是一個資方成本的問題吧 就是說今天因為一例一休 所以他必須要被迫放假 那或者說因為一例一休 所以他使得他的這個薪資可能也會受到一些影響 那使得他們家庭的這個經濟的狀況是會更差 例如說這個小孩的爸爸好像是一個遊覽車的時機 那這遊覽車的時機我們要去考慮到那個公時 所以我們就必須要讓你停下來這個不去上班 所以他的收入當然就會減少了 對 所以其實我覺得這其實這個 一例休政策其實要分成兩塊 那我覺得這個政策本身的問題我們等一下再來談 那首先第一塊其實要談的是說 縮減公時之後 其實本來就一定會造成資方的成本上升 這個是大家一定要看到的事情 那可能大家會很嚮往說 國外其實他們生活比較悠閒 然後勞動者的生活是比較輕鬆的 也可以有一個足夠養家的生活 那台灣其實長期以來第一心造成必須要靠加班 來賺取足夠的工資的問題 其實縮減公時之後 我認為社會必然就要變成 社會必然就要面對一個轉型的過程 那所以尤其是那個24小時的便利商店 過去都被批評說造成太多的勞工 花了太多的時間在值班 或者是我們的運輸業其實一直非常血汗 那這些問題其實 我認為這個縮減成40公時 和推動一利一休之後 必然會造成資方的成本上升 那我覺得這個階段其實是社會要看到的 那我們也希望資方要有一定程度的企業良心 就是說不該是因為還要維持過去的利潤的所得 所以要求要讓工人繼續過那樣的生活和勞動條件 不過這是一個在理想上面 我們當然會期望說資方他應該是要去拿出良心 然後甚至你應該要多聘一些員工 可是在實務上面 也許有些企業是有辦法做得到 也許有些企業是沒有辦法做得到 甚至有些這個企業會覺得說 我們的工作的型態 是跟一般的這種所謂上下班是不一樣 例如說也有醫生會覺得說 那週休二日或者是一休一例之後 那麼他們禮拜六禮拜天要不要排班 那會不會其實會有不同的公司的型態 他所面臨到的這個所謂的衝擊式影響 這個型態包括他的工作的公司的類型 以及就是他的這種所謂的工作的型態 這一種所謂的規模的大小的差別 我相信工作的型態必然是大家是有差的 但是我認為在整個勞動條件 或者是基本人權要往前走的時候 其實是必須要思考的 因為其實我覺得這裡反過來我也會很想要質疑民進黨政府 比如說郭芳育其實是在推動一例一休 勞基法修法的時候就講說 那個台灣已經有六成以上的公司在實施週休二日了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理應現在就是會有那麼大的衝擊 其實不會那麼大 我認為其實現在實際上的衝擊應該是沒有那麼大 其實某些東西是被誇張或者是資方 其實在用這個角度回過頭來再要那個一例一休的政策倒退 那所以其實我覺得其實有一個有趣的事情大家要看 就是說現在勞動部第一個做出來相關的解釋令是什麼 其實是有關於休息日的加班 資方不必依法 依照他現有的法令付出那麼多錢的這個解釋 那如果是這個角度來看的話 其實不是大家沒有頒做 其實是有頒做 但是資方不想要付那麼多錢 所以其實我覺得這個是現在 我們整個台灣社會其實在面對的狀況 就是其實工作並不是像 一般的資方在講的說 哇那個一例一休推上去之後 台灣會變成死城啊 會變成荒蕪啊 大家都不敢再開業 其實工作還是在那邊 只是資方願不願意付出更高的成本 那尤其是我覺得交通運輸業 其實這個部分真的是需要 整個社會和資方其實必須要拿出它的誠意來 因為尤其是交通運輸業 其實是關於社會安全公眾安全 非常嚴重的一件事情 其實這幾個禮拜這幾個月都還有客運司機過勞時的新聞 那在這個角度底下 我們真的是要讓這個產業做一定程度的轉型了 對我覺得這個是最重要的一個問題 那在接下來是服務業 其實我們其實有算過 就是你以一個工時 每小時140塊錢的勞工來說 就是現在依法是133 所以它其實已經是高於勞基法的時薪了 它其實你付了一整天的休息日的工資的話 其實是1766塊錢 依據它現在勞基法24條的計算 那我覺得 可是現在雇主都好像講的是說我要從零變成1700 不是 你本來就是放假日出來加班的時候 你就要多給一天 在一般的公司工廠裡面 所以其實 如果多出來給一天的話 是140乘以8是1120塊錢 所以其實實施一令一休的現在的 根據現在的法律的話 你等於一天只多出600塊錢 一天一個月就算是你這四天 就讓這個勞工休息日出來上班 你也多出2400塊錢 那我得要說 那你如果都讓勞工在禮拜在休息日的時候出來上班 那表示你的生意真的還不錯 那我覺得這個就多付錢 我認為是沒有太大的問題 所以其實就以這樣的例子來說 其實對於實心制的勞工 其實我們不認為會有那麼大的影響 而且其實它才比較符合 這個讓勞工可以跟上這個物價提高 或者是生活水準要提高所需的成本 那但是如果是不是實心制的 或者是說不是我們剛剛談到那些大型的運輸月 也許我們對大型的這種運輸月 或是某種公共服務的這種產業 我們必須要比較嚴格的規範 或是比較這個大一點的期待 去要求他們必須要做到 這種所謂讓他的這個所謂勞工休息 因為當時勞工能夠休息 我們才能夠在一個安全的一種公共服務當中 可是有些是屬於中小企業 有些是屬於小的餐廳 那這種小的餐廳也有辦法去承受 這個一利一休所帶來的衝擊嗎 小的餐廳 所以我認為這是兩一塊 就是說第一塊就是過去 如果說我們都用那麼低廉的價錢 可以吃東西 可以生活的話 其實我們也要想 那在這個產業裡的勞工 他的調薪的狀況是為何 是不是說我們過去用低薪 用低廉的價格可以享受到食物 但是這個產業裡的勞工 其實是難以調薪的 或者難以休息的 那在這個社會變現的過程裡面 所以我覺得要拆成兩塊的意義就在這邊 就是說 如果這個提高物價 如果這個造成某些 我們本來享受得到24小時 享受到的服務是現在沒有的 那其實我認為這個轉型是 社會其實可以去承擔的 該要去承擔的 因為我們不能夠永遠建立在有些人低薪 或者有些人不能調薪底下 來滿足我們擁有的生活條件 我認為這一塊是 是大家一起要去承擔的社會衝擊 那但是另外一塊就是這個制度本身的問題 那我們等一下再來談 就是說這個制度有本身的問題 所以我覺得這一塊的話其實是 其實我會覺得如果真的 那個他的物價的提高 是真的是為了一利一休 然後付他的加班費 那我覺得其實 其實我們該要想的事情是 那難道我們這些人 他的薪資都不能提高嘛 因為如果一提高 就必須要提高這個 這個餐廳的價錢的話 那可見他原來的薪資 勞動條件是有問題的 那真的這些小餐廳的工人 他如果現在台灣 佔那個服務業 或者是中小企業的比率 仍然是非常的高 那所以如果是這個角度的話 我覺得 藉由勞動基準法的提高 勞動條件然後改變 普遍人民的生活待遇 那我覺得如果因此物價有些提高是OK的 但是我們質疑的事情是現在是不是真的物價的提高 都是反映在工人的勞動條件上面 我覺得這個其實是可以值得思考 這個的確是要必須更詳細的去區分說 到底這個物價的提升是因為 例如說整個這個國際貿易的關係呢 或者是其他的這種所謂的變因 是不是來自於這個勞工 或是來自於一利一休的這個部分 他可能是一個 也許是原因也許不是 這個是必須要 李津特別是執政者 他必須要把這個很清楚的 這個物價上漲的原因要告訴我們 這更重要的錢到底物價有沒有上漲 我覺得這可能還是一個更基本的 對 甚至我還要談一個東西是說 我覺得不管你作為一個消費者 還是作為一個勞工 大家都必須要面對一個問題 就是說今天是不是雇主設定了 他一定要賺到一定程度的利潤 沒達到這個利潤 他就是所有的成本要轉嫁給消費者 或者所有的成本要轉嫁給勞工 那我覺得如果他這個 這個其實今天在資本主義裡面 大家以貨幣作為一個利潤考量的計算基礎上面來說的話 我們的台灣是不是讓雇主賺了那麼多 過多的錢 比如說像最近最近才有一個新聞 很多的醫院 其實大型的醫院 他其實每年是賺上億 甚至幾十億的 那在這個條件底下又來講說 醫院裡面的勞動者 如果我使用一利休的時候 會造成勞動條件上面的過高 然後勞動成本的過高 造成我醫院經營的困難 那我認為這些東西都是該好好思考的 剛剛你有提到說 像其他歐洲國家 他例如說他們的這個所謂的工人 他們其實可以早點下班 然後他們其實有比較好的這種所謂的休閒的這種環境 那這個其實是一個比較理想的社會 或者是他可能也是許多人想要去邁向的那個社會 可是回到一個現實的狀況底下 我們今天假如要邁向那個社會 其實他其實必須有一個陣痛期嘛 那這個陣痛期 雖然我們在這邊講的說 哇我們要往一個方向去做 我們要重新檢討我們的產業結構 可是這個也沒有辦法在短時間去實施的 那在這過程當中 畢竟還是有些人 他們可能會認為 我在這過程當中 我是受損的 我是犧牲的 那怎麼辦 我覺得這個部分 其實政府第一個事情是 剛才那個主持人有講 就是說 對於物價的這個提高 其實政府現在是可以要做一些動作 就是真的去了解說 他到底是真的反映到勞動成本 和社會成本上面 還是其實他只是在階級的烘台 那第二個其實我也必須要強調 就是在整個修法的過程裡面 很多人會理解工會或者是勞團 他們是要惡立 其實整個修法的過程裡面 我們最重要的思考的事情 其實是有關於七天假的議題 其實整個惡立的議題在工會的訴求裡面 並不是那麼要求的 因為的確在基層的勞工裡面 有的人認為說 那個一例一休和惡立裡面 其實是難以抉擇的 那這邊必須要說 其實一例一休和惡立的差別 其實只是在40公尺底下 那個兩天的放假日 他如何定義的問題 所以惡立的意思就是說 這兩天是完全不能加班的 一例一休是有一天可以出來 挪動性的加班的 而且不管是惡立還是一例一休 都沒有人規定說 六日一定要那個當立價 都是可以基由勞資協商 在七天裡面 挪移的 對對對 所以其實這個部分上面 現在的社會 社會的衝擊 是不是真的如這個報導裡面的那麼大 或者是如資方所說的那麼強 或者是什麼六日不開車 其實這個都在這個角度底下 其實都是可以質疑的 或者是值得去思考的 就是沒有人說一定是六日 所有的工人都一定要在六日那天放立價 那本來也不是 這個這個 我認為更真實的狀況是這樣子 所以 為什麼現在有這個情形 其實政府可以去好好的思考 所以其實有些是在於 整個社會裡面 或是在媒體上面 我們看到某種程度是一種 人云亦云 就是我們好像以為這個周休二日 就已經是禮拜六 禮拜天 但是其實並不是 這一種一定要在禮拜六 禮拜天 而是怎麼樣去勞資之間 可以去做一些協調 可以去做一些轉變 那雖然我們可以看到這個一休一曆 這個實施了 可是我相信絕大多數 或是有一部分老闆 其實不太願意去真正實施一休一曆 因為即使是這個休假日的這個部分 他必須要在所謂的加班費 是比過去還要多 這也是很多的老闆 他其實會覺得說 哇 這個其他負擔 會變得更多的一個原因 那我們知道這個老闆 他面臨到這些問題的時候 他總是會有一些 可能會出現了一些規避的方法 當然他也會直接的去面對 直接願意去付這個加班費 那在現實的生活當中 在現實的工作裡頭 有什麼樣的一種規避的方法 而當我們在面臨到老闆 去規避這種 這種應該要負的 這種所謂的法律上面的責任 或是勞工應該有的這個義務的時候 我們又該怎麼辦 我們怎麼去面對這樣一個問題 我們先休息一下 你好 歡迎收看這個禮拜的大園載報新聞 航空城返布線聯盟 1月5號到桃園市政府門口 抗議桃園市長鄭文燦 選擇承諾會檢討航空城的開發 全都是騙人的 他們要求市府縮小蛋白區的開發計劃 重新檢討都市計劃 桃園航空城是全台最大規模的區段徵收都市計劃 去年完成聽證程序 而桃園市政府希望縮短開發時程 在交通部主導的蛋黃區環評結果還未知的情況下 在2016年底就先把市府負責的蛋白區區徵計劃 送省內政部 爭取和交通部的蛋黃區脫鉤 此舉引發了反破纖團體的抗議 航空城蛋黃區指的是第三跑道 自由貿易港區等核心用地 蛋白區則為新市政開發所用 市府表示 桃園航空城從來都是一個都市計劃兩個程序 也就是有兩個開發主體、兩個區政計劃以及兩個平行審議 同步審議才能加速桃園航空城的興建 而抗議團體則認為 沒有蛋黃區拿來的蛋白區開發 他們在抗議現場打出沒有蛋黃的雞蛋 諷刺市府脫鉤作業、徵收本末導致 他們也希望都發局能夠盡速、縮小並檢討都市計劃 不要浮爛徵收以減少爭議 台地產業工會不滿一粒秀上路後 日夜休、日夜休無限輪迴的頒表制度沒有改善 甚至薪水將變得更少 上個星期天1月1號 產業工會的成員來到台北車站抗議 他們要求完整的休例、假日以及人性化的頒表 這個由員工主動發起的台鐵產業工會 預計在春節的除夕到初三發動依法休假4天 此舉將衝擊火車站的人力問題 台鐵產業工會希望以行動來爭取權益 但是台鐵的另外一個工會、台鐵企業工會卻不認同 他們認為,台鐵員工應該要先扮演好運輸的角色 不應該犧牲旅客的權益 企業、產業兩工會立場不同 雙方的摩擦也浮上檯面 台北市勞動局1月6號進行復興航空官場的大量解雇 第五次強制勞資協商 但是依然破局 工會會員無法接受 企圖衝入協商會場 為了平息勞工的怒火 勞動局長賴香琳出面介入 新航董事長林明生後來終於出面 和兩名工會代表對談 新航企業工會代表旁明一轉述 林明生說因為銀行團在追債 如果答應了工會的訴求給予法定外的費用 可能會被銀行團告背信 因此只能先確定 會依據大量解雇勞工保護法的規定 幾付60天共1.451的預告薪資 至於加發1.5個月資前補償費 和工會會員10萬元的行政費用訴求 目前無法承諾 不過未來願意繼續朝額外金額提拨的方向努力 工會回應 願意再相信資方一次 不過下次勞資協商 如果還是沒有具體的方案 會再進行下一波行動 歡迎回到燦爛時光會客室節目的現場 我是節目主持人觀眾想在剛剛 我們看到的這個大園仔的這個播報當中呢 我們看到桃園航空城 雖然這個政府開了這個聽證會 不過按照這個當地的這個抗爭團體 包括天氣風 他們就提出來說 這個雖然開了這個聽證會 可是這個徵收的範圍 其實依然是沒有改變的 這其實是我們一直非常擔心的一個問題 民進黨政府跟相對於國民黨政府而言 他事實上是比較懂得怎麼走程序 怎麼去走那個所謂的民主的過程 可是有些東西 他不是只有在一個民主過程 或是程序完備 他就解決更大的是那個背後的這個價值 包括這個土地徵收的價值 包括這種所謂開發主義的價值 或者是他怎麼去看待勞工的這樣的一個價值 他才是一個更重要 我們必須要去關心的一個議題 在今天的節目當中呢 我們要來跟大家討論繼續談 剛剛在上一段談到一粒一休的爭議 今天在節目當中跟大家邀請到的是陶山總秘書長姚光竹 光竹你好 我們剛剛在節目裡面有大概稍微跟他釐清 現在我們看到很多 哇這一粒一休帶來很多這個社會的困擾 但是事實上是不是真的這樣子困擾 恐怕跟那個制度的本身沒有什麼太大的關係 甚至有些問題必須政府要去釐清 他到底這個例如說物價上漲的原因到底是什麼 這必須要更清楚的來告訴社會大眾 不過我想要回到這個制度的本身來談 就是我們知道雖然一粒一休 有可能會對某些的老闆他會增加他的這個所謂的負擔 可是老闆其實也不是笨蛋 老闆其實也很聰明 就是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嘛 就你所知你所接觸到的個案 或是接觸到例子當中 現在的老闆他用什麼樣的方法去規避這些問題 對我覺得其實大家一定得要看到一件事情 就是很多人會期待說 就是我們可不可以先讓產業好啊 或者是先讓資方賺錢之後 他會分配給勞工 但是從過去的經驗裡面看起來就是不會 所以其實今天是一個政策 他會提高雇主的成本的時候 他就他如果沒有那個受到那個壓力 是想要去真的做產業的轉型 或者是他願意降低某些他獲取的利潤 來分配給勞工或者是消費者的話 其實他就是會採取某些配套的措施 我認為要從這個角度底下來看這件事情 那所以 當然我們會碰到很多的狀況 比如說就會有人開始在談說 我希望修改我原來公司制度優於勞基法的部分 我號稱現在回歸勞基法 其實我們在桃園有很多的工廠是本來的加班費的計算 或者是某些勞動條件是優於現在勞基法修法後的勞動條件的 所以就可能最近會希望修改成一致 那或者是我們也聽到有類似的狀況就是說 把自己的公司再分成A公司和B公司 我可能本來大家都在A公司上班 但是現在修法之後呢 他就打算要 比如說我正常公司的時候都在A公司上班 但是勞工要加班時他就變成了B公司的員工 所以他是在一個公司然後一個地方兩個公司 對對對 就是你要加班的時候你就變成B公司的員工 然後所以就開始你的正常公司 所以他都不用付加班費 因為一個人不可能在兩個公司裡面都做超過 一週都做超過40小時那太可怕了 所以其實他就會變成永遠這個公司都不用付加班費 但是他是用同一台機器 用同一台機器同一個員工在同一個生產現場 可能連制服都不會換 所以我認為其實這個會是派遣的新的形態 因為過去所謂的假派遣的概念是說 其實你明明是這個公司雇用的 只是他用派遣公司的名義整個換進來做派遣的工作 但是在現在的這個底下可能會產生新的假派遣 就是說你在加班時是另外一個派遣公司 那我認為政府在雖然現在派遣還沒有專法或者是專章 但是我覺得其實政府其實在有關於勞固關係的確認上面 其實在這個部分應該要再多下一點公司 你的意思是說他可能會有一個A公司 但是B這個公司可能是一個派遣公司 所以他同時受雇於這兩個公司 那然後他在正常公司的時候就是A公司 就是A公司 還要加班時您就變成B公司 就是B公司 但是A公司就上班 他上班的地點用的機器穿的制服恐怕都是一樣 這個沒有任何在法律上面的問題 就是說這個查不到 例如說他同時被受雇於兩家公司 這個沒有問題 同時受雇於兩家公司在法律上面是可以的 但是這個部分很明顯的是在規避加班費的部分 我認為這個部分在法上面 其實政府就必須要把勞動檢查做好了 對 那我當然還是認為有一定的問題 比如說關於勞保的問題 關於這個加班的問題 然後最重要的 我認為還是有關於那個勞固關係的問題 甚至是他在勞動契約上會不會有造假的問題 我認為一定也會有 所以這幾個層面其實是政府很快可以做的 所以我認為這個問題不大 只是我覺得回過頭來必須還是要跟勞工朋友講 就是說 就是政府的政策在怎麼定 其實有公會的人其實是必須要透過公會的團結權 和爭取權益去定出比勞基法更好的 那為什麼我們其實公會團體或勞工團體 常常會希望在法律上面有一個比較嚴苛的部分 因為他要保障絕大部分台灣沒有公會的勞工 那這些人其實是需要法律保障的 我們現在可以開某些後門對勞工來說也方便 對工會對資方來說也方便 大家都方便 但是這個在適用到一般的勞動市場的時候 就會再造成很多人的災難 這個我覺得是 我原本還以為是其實就是變成是人力外包會增加 例如說今天可能他公司是一到五 可是我到六日的時候我就用其他的派遣來做 但是按照你這個說法 他其實是用統一批人去做這個一個是政治一個是派遣 那我剛剛談到的那個問題也會變得更多 例如說會讓這個派遣勞動他變得更頻繁 就是我乾脆都不要我公司了 所有人都是用派遣工 我相信主持人講的問題一定會發生 因為如果大家覺得六日不需要 就是六日的加班會造成我的成本付出比我預期要高的時候 那我當然就會轉向去說那我使用派遣 或者使用更多的外勞 這個外移工這個其實在現在的狀況裡面是會看到的 對那對我來說我覺得最重要的問題其實不是說 那因此我們要倒退說那乾脆我們大家都繼續拿低薪 然後工時很長這樣子雇主就不願意用了 這就是這個邏輯就會變成說那我勞工 降低自己的勞動條件來換取好像這樣叫做有競爭力 可是我覺得從過去的例子都可以看出來 我們勞工不斷的降低自己的競爭力 或者是讓雇主賺更多的錢 都不會造成分過來 就是這個捐低效應從來沒有發生過 比如說這麼多這幾年以前蠻有政府執政的時期 降低了銀索稅降低了8% 那從也沒有人調薪啊或者也沒有人說 因為我們大家成本可以降低了 所以我們大家對勞工更好 也都沒有發生這樣的事情 所以我認為修法只是勞動條件改變的一塊而已 那這個法裡面當然有一些他的問題在 那但是其實最重要的其實是工人必須要站出來爭取更多這樣子 所以其實我們從過去的經驗當中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政府不管是藍或是綠 其實越來越對資方是比較有利的 就相對比較之下當然是對資方有利 可是勞工並沒有因為這個對資方有利 或是開放的狀況之下 我們得到了更多的好處 例如說可能包括五星下這個等等的這個發展 其實都是這樣一個原因這樣一個例子 可是剛剛談到這個問題就是說 好那假設一休一例這樣子去實施 然後他們也用這個方法去規避 那我要講的是說 難道在民進黨在當時這麼快速的想要去推動這個 所謂勞基法修法的時候 他完全都沒有思考到這種問題 或是思考這種可能的變形嗎 或者是說再進一步來看來談好 就是說假設他沒有辦法已經當時沒有思考到 那這個是當然是要政治責任 那假設這個問題發生又該怎麼辦呢 法律上面有任何的補救的可能性嗎 我覺得我們還是要先算清楚政治責任 因為第一個就是看起來12月6號 唯一發生的具體明確 而且效果沒人 就是資方滿意的事情就是砍掉七天假 那砍掉七天假之前 其實在12月6號之前工商團體是不斷出來說 要把勞基法趕快修好 然後一例就趕快上路 才讓他們好排班 那所以他們其實有一整年的時間 一整年民進黨政府在推一例一休的時間 他們其實是可以去影響和了解一例一休政策的 那又何來現在什麼突然的衝擊 然後他們完全沒有配套措施 這個是荒謬的 所以我覺得一例一休這個政策上路之後 其實有太多的事情 因為民進黨只想要修簡單的幾條法案 就要解決那麼大的問題 所以造成了很多的怪事會發生 比如說最近勞動部做出來一個解釋是說 休息日的時候勞工出來加班 好了做完兩個小時之後 如果勞工臨時有事 他不能出來 他不能繼續工作了 他就必須要請假 然後必須要做請假規則 那這個對很多工人來說是沒有辦法接受的 就是說那些是我本來要放假的日子 我出來加班 結果我不做了 我還要再請別的假出來 那在台灣裡面士病假都是有限度的 那我變成要耗我本來的假來上班 而且他還會發生更無窮盡的問題 包括我既然要請假 那雇主可不可以不准假 那我如果沒有所謂的沒有完成請假手續 然後就離開的話 那我是不是會被懲罰 這個懲罰是不是構成解雇要件 甚至是扣刑的要件 我覺得這個是其實是政府顯然沒有把配套做好 就硬要上路 所以反過來說 其實當時勞工團體並沒有那麼激烈的說 一粒一休和二粒其實要哪一個 其實我們在談的只是在公時底下 其實七天假可以不必要那麼快的被砍掉 其實政府應該要先保留七天假的角度底下 來談其他勞動政策的問題 那所以我認為在這個真實責任上面 民黨要負很大責任 因為他急著要把七天假砍掉 所以導致後面整個公時的配套也沒有做好 那補救的辦法我真的是認為是說 就是其實現在 這個當然是應該是已經來不及了 但是其實現在應該要回過頭去把相關的配套再好好的思考 而且我認為民黨的利潤黨團 而且是整個執政的政府 其實是要承擔這個錯誤和責任的 就是說現在的這些 在制度上面它有關於休息日或者休息日加班 沒有歸納好的事情 其實應該要好好的來思考 我認為如果要請假的話 那其實在對勞工來說會造成更大的損失 或者更進一步的傷害 因為整個勞基法24條修法後 本來看起來像是拿來交換七天假被砍掉的加班費的東西 等於是沒了 等於現在是沒了 因為在實際的協商當中 勞方永遠是具有一個劣勢嘛 因為在勞動部做出解釋之前 其實我們就有公會拿資方要給勞工簽的時候 就是我休息日出來加班 如果我因為個人因素 那那個不用 就是不能再繼續做 繼續工作的情況底下 我的加班費 依照我實際出勤時數來計算 那當時看這個是很糟糕的說 那怎麼可以 因為依法我應該一小時用四小時算 五小時用八小時算 但是勞動部做完解釋之後 這個契約變成還蠻好的 因為我至少不用請假 要不然我還得要請假 我不請假還不能離開 那所以 這顯然就是一個勞動條件的倒退的開始 甚至我們看到有一些所謂的櫃姐 他們其實才問老闆說 我什麼時候是休假日 一例一休怎麼辦 結果就變成莫名其妙的一種 罵說只有你在問 對 那其實就看到在那個所謂的 這個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就是政府這個所謂的一例一休 特別是這個休假日 是把國家可以介入到 這種所謂勞資爭議的這個範疇 把它變成私有化 變成是所謂的勞方 跟資方之間的這種去協商 可是把它變成一種私有化的時候 其他問題就永遠更嚴重 什麼樣嚴重 就是這個勞方永遠都會是輸假 在絕大多數的情況 而且我甚至還要說 就是在政府本身的他的受僱者上面 其實也有很多很大的問題 我舉台鐵為例 比如說在這一次的討論完之後 到底休息日和立假 是不是從規定好是一例日 是不是從0.00開始到23點59分 那現在勞動部的解釋居然是講說 勞基法裡沒有規定 立假一定要是一例日 所以比如說今天我下午6點下班 然後我到明天下午6點來上晚班 那我這個24小時就是我的立假 甚至是我的休息日 所以如果現在這個狀況 就發生在台灣鐵路公司 台鐵的員工 所以在這個縮減公司之後 對他們來說幾乎沒有任何的好處 改變 因為我照原來的班表 然後我就宣布你 從日班轉成夜班的那24小時 或者是立假或者是休息日 那其實在食物上面 是對勞工沒有任何好處的 那我覺得 當時的民黨政府 與其那麼急著把七天假砍掉 其實更應該是要把這些 有關於立假的定義 有關於休息日的定義 有關於加班費 如何讓勞工真的看得到 吃得到的制度能做好 那才是他們該做的事情 那現在政府真的該把這一塊修補完畢 也許在那個法律上面要整個再修改 恐怕在短時間是很困難的 可是增加勞減 或者是剛剛談到的 在定義上面 它是更清楚的 或者是如何去預防 剛剛談到假派遣的問題 是民進黨政府現在可以做的不是嗎 那最後還是必須要說啦 我認為工人必須要想辦法趕快組工會 因為有關於 不管是剛才的這些問題 你要有人去送勞減 你要有人去訴訟 你甚至是 有關於變形工時的相關條文 其實都是有工會的底下比較好做 而且或者是以變形工時來說 法律裡面有很多是變形工時規定 是要工會同意的 如果沒有工會同意 資方就上下起手的空間就非常大了 所以其實還是呼籲台灣的勞工 其實要趕快組織工會 發揮你的團結權 和爭議權才可以保障你真正的勞動權益 組織工會是一個必要的 我想任何的勞工去組織工會 他才是一個真正的保障他的權益 不過回到一個現實的狀況底下 組織工會還是必須要時間 或是資方也常有很多的刁難 如果你真的遇到了有關於這一利一休 資方給你來的各種變形的 這種所謂的 在你的便宜啊 吃你的豆腐壓破你的時候 他還可以怎麼辦呢 他還可以喔 我認為其實 我還是得說他還可以來找我們啦 他可以來找既有的工會團體 協助勞資爭議 然後他至少可以保留好證據 可以訴訟 因為我認為現在的階段其實是什麼階段 現在的階段是法定的好看 因為他當時為了要砍掉七天假 他要把整個勞基法修法 弄得好像很進步 所以是法條好看但是執行困難 那我認為現在的工人其實 受僱者必須要勇敢起來去要求政府和資方 落實那個勞基法的修法上面的條文 比如說特休假我就是要勞工自己排 而且特休假上面並沒有說勞工要在一年前預排喔 他只說他由勞工排 所以現在有很多公司要求說你一年前就給我排好 分攤在我的淡季裡面 那不要讓特休變成是老雇主在淡季時的調節 所以他其實就是你要勇敢起來說 我排但是我沒有一定要在一年前排 這個工作就必須要由我們受僱者其實要把它做好 我想這是一個非常重要 不管是從一個集體或是個人在法律上面的這種所謂認識 跟勇敢的去做一些事情 我想才是一個真正權益的一個最起碼的保障 這是一個我們今天在談這個一例一休的時候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一例一休在一個非常 這個實際的執行的狀況底下 看起來在媒體上面有好多的問題 可是這些問題是不是真的跟一例一休有關 我想我們政府或是媒體 他必須要更進一步的去釐清 那我們當然知道這個政策在討論在過去的民進黨政府的時代 並沒有太多充分的這種思考 以及沒有太多的配套 反而是為了這個資方的這種所謂的利益 而去趕快的通過了這個法案 可是剛剛也談到了他有很多很多 目前這個困難 這個困難其實不是不利於資方 而是不利於牢方 因為他甚至資方去規避了很多的法律 可能會產生各種所謂的假派遣的這些問題的產生 這都是我們必須要再持續關注的 今天非常謝謝遙光主來收我們節目 希望下次有機會再來訪問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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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前走 继续地去梦